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这条主线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 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实现共同繁荣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 繁荣进一步的光明前景 中泰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互免签证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力 目前双方主管部门正就具体事业密切沟通 我们期待有关安排早日落地生效 我们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中国驻治本使馆和驻民谷总领馆 驻新西总领馆 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发布领事提醒 目前暂无在日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中国外交部和驻治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灾情 及时向在日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 中方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以各种借口胁迫其他国家搞对华科技风俗 半导体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 在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美方有关霸道霸凌行径 严重违背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严重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必将自食其果 我们敦促何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 尊重契约精神 以实际行动维护综合两国和双方企业的共同利益 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自由开放 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别国家以所谓媒体自由联盟的名义 污蔑抹黑香港新闻自由 攻击特区政府正当执法 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招募 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社会由乱转治 由治疾心 法治正义得到伸张 香港居民包括新闻及言论自由等 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 在安全 稳定 法治环境下得到更好保障 在港国际媒体和记者数量 比香港国安法实施前有增无减 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近年来 上百个国家 连续在联大三委人权理事会等 多边人权场合公开发声 以不同方式就涉港等问题 表达对中国的支持 充分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正视香港已回归中国的事实 摒弃殖民心态 打着一些新闻自由的幌子 插手香港师傅的图谋 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一点是 我们对金砖合作的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18年的历程 凝聚力日益增强 影响力持续提升 已成为国际事务当中 一支积极 稳定 向善的力量 你刚才提到金砖国家 已经扩大到十个成员股 我想这充分说明 金砖合作拥有光明前景 金砖国家应有关国家 请求做出扩原决定 符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 共同愿望 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 我们将携手金砖伙伴 推动大金砖合作 不断取得新成果